回头才发现,原来我们一直在被国家保护着 这是我最近在网络上看到的一句话,刚开始不能理解 后来,当我越往身处下,才发现是真理 先请问你,是用手机还是电脑在观看这个视频? 在如今信息爆炸的时代下,手机一开就能了解世界 这是因为我们有互联网 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咱们的网络只能登陆国内的一些网站 无法访问国外的网站,无法获取国际上的相关信息 获取渠道都是由国内的信息媒体进行编辑转载而来 阻隔我们的,便是中国的网络防火墙 刚开始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国家要把我们禁锢在国内互联网中 后来才慢慢发现,它的存在并不是说为了防止我们出去 而是防止别人进来 用俗话来说,就是防止文化入侵 面对这样一道网络防火墙 在信息时代下依然能见访插针式地攻入我们的生活 而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 让西方文化看着就望而生畏直摇头的 还得是文革防火墙 大家好,我是真实君 关于文化入侵,作为一名普通老百姓而言 是没有概念且不痛不痒的 那什么是文化入侵? 官方解释就是一个国家或民族通过以文化改造 思想改造的方式来达到政府目的 通俗点讲,就是敲摸摸给你洗脑,来奴役你的思想认知 抗议战争时期,日本就运用国之中手动 在918事变后,为了稳定自己在东三省的统治地位 并顺利地将东北同化进自己的版团 做的第一步,就是建立满洲伪政权一画之画 第二步,便是销毁中国文化的各种书籍 取消中国的诸多传统节日,把一切都改成以日本文化为主的教育模式 在上课时,他们会给学生讲 他们是满洲国的子民 宣扬日本对满洲国和他们的恩德 会给他们讲日本的历史及大东亚工人圈 并以此标榜日本的光辉形象 来让后一代进行思想断层,并忘记侵略 在后面1937年开始全面侵华后,依然是右手举着机关枪 左手高举东亚共冗的旗帜来实施自己骗自己的侵略 这便是早期典型的文化入侵 在了解完文化入侵后,什么又是文革防火墙呢? 在解释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如今活跃在中国社会主要阶层的群体 用时间线进行划分的话,主要可分成两拨 60,70,80后与90,00后 他们除了年龄上的区别外 还有一个巨大的不同,即思想意识上的断层 怎么理解呢? 如果你是一名90,00后 肯定被自己父辈或爷辈的某些不能理解的想法所困扰过 如工作的选择会更趋向于传统的公职 婚姻则是认为传统的相亲更为靠谱 而如果你是一名60,70后 你也肯定被自己的子女思想上的叛逆所焦虑过 经常被指责为古板成就 包括一些年轻时候都没听过的 什么西方的圣诞节,感恩节,情人节等等 怎么似乎比我们一些传统的节假日更加隆重了 而这两个群体能有如此巨大的差别 就因为前者是在如同金中照的文革保护下隔绝了西方文化 而后者是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下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入侵 时间回到上世纪的80年代 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改革开放 以这个时间点为哲 正好可以将这两拨人区分为文革前、文革后 而这两拨人在这两个不同的时间线里 所经历的思想意识坚然不同 文革前的人们在文化革命的设计下 思想高度统一 把一切西方文化及外来事物 视为牛鬼蛇神于抵制 而文革后则开始对外开放 接受甚至拥抱外来文化思想 从而对自我进行发展改变 这一来一往就造就出了两个年代意识形态上的断层 而如果把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比作一个成长的过程 从1949年建国开始 刚从百年动荡中摸索出来的新中国 则更像是一个畜生的幼儿 我们渴望能走上自己的发展道路 不受他人的干涉影响 所以建国不久之后 毛主席便提出了他所认为人生中 最重要的两件事之一 文化大革命 注意 这里所说的文革 是毛主席心中最初的顶层设计理论 而不是指后来被反革命集团利用而引发的十年内乱 咱先姑且不论文革的发起是否对错 就从他的名字来看 就能明白 这是让西方文化看到都瑟瑟发抖的存在 因为西方那些资本主义国家 时刻都在谋划着如何以他们口中标榜的民主自由来同化我们 从而造成人民思想上的碰撞引发社会动荡 甚至摧毁一个国家民族 1991年苏联解体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当时的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 在国内经济崩塌政治体制腐败等多重因素影响下 将苏联的一党制改为了多党制 最后直接导致苏联各家盟国签署阿拉木同宣言 苏联直接宣布解体 而戈尔巴乔夫能有此其思妙想 正是因为美国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入侵 让他的信仰动摇了 毕竟他曾经便是赴美流血交流的学生之一 再一个先回的例子 就是我国在9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 也曾因为西方文化的入侵 而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 这里因为篇幅及某些原因 我们就不做介绍 诸如此类的种种 在文革期间是断然没有发生过的 在那时 以西方资本主义为公敌的时代下 任何沾染了其文化或制度的人或事 都会被判定为走资派 遭到人民的批斗 在城市里 曾经那些学习过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科学家 老师就被批斗过 而在农村里 甚至做点小生意 都会被认为 长了资本主义的尾巴 而遭到唾弃 我身边就曾有长辈贩卖过几包老鼠药 而遭到红卫兵的声讨 所以更别说书籍电影音乐等等文化附属品 市面上基本找不到他们的影子 虽说在那个年代下 这样苛刻的要求 确实让人有些斩心心 但不可否认 在文革这样一堵巨大的文化防火墙下 同时也让西方那些企图 以文化入侵这种方式 搞乱中国的人 妄而生畏 心生恐惧 所以当外网的那些鬼子们 见到中国文革结束 进入到改革开放时 都会集体投入到 对他的扣诸笔法当中 他们一个个披着 人权民主的外衣 仿佛就是主义 直说话讲 高调破论 实则是在宣泄着 自己曾经面对这道 文革防火墙的 无可奈何罢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真实决定 只讲真实历史 如果您看完有所谓 不妨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